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欢迎快聘的观众朋友们 您好 我是乌林祥 本周举行的台积电 股东大会上 有投资人担心 美国总统拜登 访问了日本 韩国 宣布要跟他们进行 半导体加强合作 那这对台积电 会不会是一种威胁 董事长刘德英就回答说 他认为美国的目的 并非超越台积电 而是要保障 美国科技与贸易成长 因此不用特别担心 另外也有股东问到说 美日将合作生产 两奈米芯片 那刘德英的回答也是说 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台积电 自己的两奈米制程 研发进度非常良好 另外他认为 美日现在谈合作 可能只是希望有个备案 我们可以理解 在股东大会那种场合 代表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未来的挑战 这个发言 一定是非常积极 证明乐观 这是很正确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强调 在美中的霸权竞争当中 他们是以科技 作为主要的战场 那全世界高科技的公司 顶尖的高科技公司 一定会受到美国 这个重组全球供应链 这个大战略的冲击 那台积电是不是 这个全球的顶尖的 高科技公司 当然是了 而且它不是美国公司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台积电的产品 这个晶片 已经被美国视为 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 所以美国跟韩国日本的合作 刚才忘了说 刘登也说 我们台积电跟美国也有合作 但这个合作层次其实不一样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不管是哪一种层次的合作 它的目的都是 保障美国的科技跟贸易成长 所以我们就要问 保障美国贸易跟科技的成长 到底什么意思 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 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 好 这个逻辑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看美国之所以在 二次世界大战 能够击败纳粹德国 在冷战又拖垮了苏联 主要是因为它的制造业 它的产业实力支撑的经济力 很强大 那年轻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都知道说 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 其实早在一二次世界大战 前后那个时候 美国早就取得 这个世界工厂的封号了 但是因为后来 它把制造业慢慢挪到海外 但是美国的科技 仍然遥遥领先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好 上个世纪 Internet Internet也是美国发明的 Internet发展以来 那现在我们进入 所谓的工业4.0 那产业乃至经济 还有军事装备 都越来越依赖 高科技 尤其是数位科技的 推动和发展 换言之 如果你是想要在 国际争霸的大国 你没有这个足够的 科技力量来做后盾 你大概就没戏畅了 眼前就有个例子 我们看到吴战成 俄国在这个 军武科技上表现的 实在是将来 如果国际争霸 大国争霸的舞台 它大概不在舞台上 它只能在台下做观众 好 我们回到主题 美中对抗 美国当然要保障 它的科技跟贸易成长 科技跟贸易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 贸易成长才能 累积国家的财富 才有足够的资金 去支援科技研发 跟军备竞赛 那科技成长了 才能够支持 高新产业的发展 比如拜登政府 最近在强调的这个电池 电动车 通讯 AI 还有量子计算等等 那另外我们看 科技成长了 也才能够支持 高新武器的研发 譬如最近大家常常 讨论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还有无人机 无人载具 甚至好像科幻小说的 死光炮 类似雷射武器 如果没有高科技 这些通通都免谈 好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它当然要保障 它的科技与贸易 要领先 因为这个就是保障 它国际霸主的地位的 最重要的保证 这就是它所谓的国家安全 那我们换到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科学人 就有科技产业贸易总量 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 就快速追上美国 从美国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们来打一个比方 如果你是班上第一名 都考100分 那班上有几个人 大概可以考个80几分 大部分都是60分 或者不及格 有一天突然考不及格的同学 他突然就增加5分10分 快速追上你 有一天他突然考90几分 跟你很接近了 你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危险 其实我用学校考试这个例子 不是非常恰当 为什么呢 在学校里有老师有校规 是一个有秩序的环境 可是在国际社会 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丛林 所以大家的竞争 没有秩序没有规则 都无所不用其极 你可以自立自强 你当然也可以拉帮结派找盟友 可是这个盟友也有层次的差别 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跟日本韩国 是国家对国家的合作 可是美国跟台积电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企业 这两个是权力不对等的行为体 这种合作 那个权力比较小的行为体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台积电 乃至于台湾迈向 全球顶尖科技的科技公司 或者半导体公司 都要特别注意 要提高警觉 谨慎应对 地缘政治起压 所带来的挑战 观察国际政治 认识全球科技产业 我是乌林翔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拼命指教 谢谢 谢谢